耶利米书 在南国犹大被掳之前 耶利米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的祭司 在那里生活了几十年 神呼召他做先知去警告以色列百姓 谴责他们拜偶像不公义 违背了与神的立约 所以他们要遭受严重的后果 耶利米预言 神会使用巴比伦帝国来审判以色列百姓 耶路撒冷城将被摧毁 以色列百姓将被流放 可悲的是 耶利米的预言最终成为现实 耶利米站在遭到围困和摧毁的耶路撒冷城中 亲眼目睹以色列百姓被流放 耶利米书是以非常特殊的方式被后人保存下来的 经文第36章讲到 耶利米在耶路撒冷传道20年后 神让他把自己所有的教导 诗歌和预言都整理出来 写成文字 耶利米雇了一位抄写员 名叫巴路 他将耶利米说的话都记了下来 绘编成一卷书 巴路还搜集了许多关于耶利米的故事 把那些细枝末节拼凑在一起 最终这卷书读起来很像一部文选这种编排 就是要体现这位先知 是一位传讲神的公义和恩典的使者 书卷开头 神呼召耶利米做先知 并赋予他双重之份 他将成为以色列和列国的先知 而且他的话兼具拔出拆毁和建立灾职的作用 换句话说 他要指控以色列人 警告他们 神的审判即将来到 但同时 他的预言中也包含对未来充满盼望的信息 这个开头完美的概括了第一大部分 就是第一到二十四章 这部分是耶利米在被流放之前写的文字 这卷书的核心思想是 以色列人违背了与神力的约 以及摩西五经中所有的规条和法则 这分别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他们向迦南人学会了各种各样的偶像崇拜 在国内各处都修建了拜偶像的庙宇 耶利米把拜偶像比喻成奸淫 并且采用妓女淫乱和不忠这些词汇 来描述以色列人如何转去随从其他假神 耶利米多次指责以色列的领袖 就是那些祭司君王和先知 他们全都堕落了 离弃了摩西五经 违背了与神力的约 最终带来了社会的不公义猖獗 在以色列百姓中间 那些弱势群体 寡妇孤儿寄居的人 都受到欺压 这明显违背了摩西五经的律法 而以色列领袖们对此竟然毫不在意 因此 这卷书最经典的一幕出现在第七章 这一章囊括了上述种种问题 被称为耶利米的圣殿奖章 以色列人到圣殿敬拜神 每件事都做得中规中矩 可是一出圣殿 他们就跑去崇拜假神偶像 有些人甚至接受了迦南人的恐怖习俗 把儿童杀了献祭 于是耶利米宣讲了一段非常不受欢迎的言论 他说以色列的神要来审判他们了 神要拆遣从北方来的敌人 来摧毁自己的圣殿 责罚以色列的百姓 这支军队得到了神的支持 要来攻陷耶路撒冷城 读这部分经文时 我们会发现耶利米在这里所说的 就是强大的巴比伦帝国 这一切直接引发了经文第25章的情景 以色列人并没有向自己的神回转 于是在巴比伦新亡 尼布贾尼萨元年 神让耶利米向众人宣告 巴比伦军队将攻打以色列和周边的邻国 城会被攻陷 他们将被流放70年 耶利米把巴比伦比作一杯葡萄酒 杯里满意着神对以色列的不公义和拜偶像 所引发的异怒 神将使以色列和列国一同和下 这杯中的愤怒 这一章是解读全书整体构思的关键 随后记载的所有事件 都是围绕巴比伦展开的 前一部分是关于以色列 在26到45章 后一部分是关于其他国家 在46到51章 前一部分关于以色列的文字 包含以下内容 耶利米苦苦哀求 以色列百姓回心转意 而后又严厉的警告百姓 直至最后关头 也不放弃 可惜 以色列的领袖们始终反对他 这部分的结尾 讲述了一连串的故事 包括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攻陷 最终遭受毁灭 在那段时期 耶利米受到逼迫 最后被一群以色列叛军绑架 押送到埃及 在这个充满灾难和审判的黑暗时期 耶利米写下了一段 对以色列的未来充满盼望的章节 耶利米提到摩西曾经说过的预言 其中讲到 以色列违背了与神力的约 以至于遭到驱逐和流亡 但此后 神并不会丢弃他的百姓 反而要和他们重立新约 并扭转他们的心思意念 耶利米进一步阐明了摩西的应许 他说 神将在某一天重新书写他的律法 但不是在石板上 而是写在他百姓的心里 神要医治百姓的叛逆 这样有一天 他们就能真正全身心的爱他 并追随他 因此 总有一天 以色列人将归回到这片土地 从大魏后裔所出的弥赛亚 将来到世上 那时候 列国都要认识到 以色列的神就是独一真神 从这些章节可以看出 尽管以色列人背叛了神 神却不会任凭以色列人一措到底 相反 无论发生什么事 神按照自己的信实 一定要成就自己的应许 接下来会看到大量的诗歌 里面讲到神如何使用巴比伦来审判以色列周边的国家 他们包括埃及 菲利士 摩亚 以东 亚门 大马士革和夏索 但紧接着 让人惊奇的是 最后一首诗是篇幅最长的 讲到神也要对巴比伦施行审判 虽然神使用了这个国家来施行他公义的审判 但这并不表明神认同他们的暴力和偶像崇拜 因此 巴比伦也要在神公义的标准下接受审判 同样 耶利米也要指出这个国家的骄傲和不义 在这些诗歌中可以看到 巴比伦是一个非同凡响的国家 这让人想起圣经创世纪第十一章中描述的巴比伦塔 巴比伦已经成为列国悖逆的原形 当他们炫耀和推崇自己的财富和军事力量的时候 神就会允许这个国家走向衰亡 耶利米书结尾的部分采用了列王记下结尾记载的事件 巴比伦攻打耶路撒冷城 推翻了圣城的城墙 并焚烧了圣殿 以色列民遭到被掳和流放 这段历史应验了先知耶利米 在本书一到二十四章中 关于神要审判以色列人的警告 本卷书最后一段讲述了大魏的后裔 以色列君王约亚金贝鲁 多年之后 巴比伦王释放他出狱恩待他 并邀请他终生与王同桌吃饭 耶利米书的记载就到此结束了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线盼望 这让我们想到耶利米在第三十到三十三章中 描述的盼望 神没有丢弃他的百姓 也没有忘记他的应许 将来会有一位王出自大魏的后裔 尽管书中有大量的警告和审判的记载 但在本卷书的结尾 仍旧可以看到将来的一线盼望 这就是耶利米书的经意 新闻市负术